歡迎回到動漫廢物的第二節 上一節我們已經開始講了一些大家喜不喜歡人物的關係、新的設定 第二節回來了,我們想討論一下這套東西你們覺得會不會有訊息給我? 我自己先說吧 在這之前,因為你說喜歡不喜歡,其實我有意義是不喜歡的 你不喜歡的話,說吧 剛才是全部都稱讚的 你不喜歡什麼? 有不喜歡的就是忍者龜有四個 有兩個的氣氛我覺得特別少,笑得都很可憐 因為整件事都關事的,但有些人就特別不是太重心 譬如紫色這個科技仔,忘了叫他名字 還有黃色頭巾這個 橙色來的 橙色是Mikey,紫色是Donny 你不喜歡那些氣氛 因為他的氣氛安排比較少 還有,因為這個電影的,我覺得忍者龜入的主角是Leo 其中一部分的劇情有提到,Ralph是被露走了,變成敵派 所以變成他們的氣氛就分得很薄 還有,去到最後尾令到Leo,他有啟聲 或者是想通了的,又不是很關他的事 因為是他的頭底和哥哥對決 或者是沮喪的時候的對白令他成長 那變成我們四個裡面,就有兩個那個劇情是分得很薄 所以不是很平衡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差一點 嗯,我明白你在說什麼 但我自己覺得因為他這部電影的 當然他這部電影的鋪排,他的重點就是放在他 Ralphi和Leo那裡,他重點是這兩個 另外那兩個就只可以做一個叫做 Supporting Supporting,你會覺得他兩個好像沒那麼好抽 因為你覺得好像武力值全部都去了前面那兩個 而後面那兩個就好像沒那麼有武力 但是智力是有的 感覺上是有多些智力的 而且我覺得你... 你講一下武力值這件事 我不知道他本身是怎樣 SORRY 你說你講 你說一次,不好意思,聽不到 我講一下武力值 我已經不知道以前的動畫到底是怎樣安排 但我無論是玩超任還是玩Gambo 雖然是世家還是Gambo 那時候的Game 都是雙子棍是最好用的 其次是刀 叉和棍是真的很難用的 其實《忍者龜》是每一個版本都有些改動的 譬如今次你會見到Rafael是比較強的那個 但是其實如果看回以前的動畫 我印象之中以前的動畫 是Leo才是最好打的 那另外呢 爾瑪以前不是做過一套3D動畫的 忍者龜的3D動畫 他們都是以Rafael... 不是,以Leo來做老大 Rafael是老三來做的 所以我猜他們四隻龜 其實不是真的 所謂在武力值上面是有一定的排行 但是因為他們都有專長的 譬如Donny是玩科技的 他是比較聰明 真的比較聰明 所以譬如動畫以前看 因為兒童動畫 不會在這裏真的說 要分得很清楚 四個之間的分野是很明顯的 但是反而就是我第一節說的 就是他們四個的character 才是個分野 是的,我覺得他們四個的 角色性格是很... 無論他做的功夫都很大分別 每個小朋友都會看得 開心分別到哪幾個 不會太遲 你會分不得到 還有說回這套 剛才作品想說的 就是 這套的兄弟情 主要是集中於Rafael和Leo 主要的兄弟情 因為這套作品一開始就說 Leo是一個衝動人 Rafael經常勸他 他不要太衝動 可以想想團隊 其實我們既是兄弟 亦都是一隊團隊 大家有時可以想清楚 如何去做這件事 而不是一味死衝的 當然在這套作品裏面 他比較多描寫 最主要就是他兩兄弟的衝突 甚至乎當他知道Rafael為了救他 而被敵人擄走那一段 我看得很... 我不會說很感動 我會覺得 原來你現在才經過一個 平時會對你很暗暗沉沉的人 突然之間 原來被人捉了 你會有點關心他之餘 還有我沒有想過他會被人洗腦 對打這個項目 我沒有想到的 純粹我都以為是救他就算了 原來加上這個要對打的一幕 我是相當驚喜 大家會不會覺得他們的兄弟情之間 當然有兩個就比較少描寫 但你們會不會覺得他寫得好還是不好呢 萬機你講 回應阿諾剛才說 不平衡的部分 我多少都同意的 但是我會在想 如果再加多些關於 Micro Angelo和Donny的戲份的話 會不會有足夠的篇幅寫夠這麼多東西 因為其實還要寫上Case 還有 其實師傅不是寫很多 如果要寫上Case的話 其實那個內容可能有一點多 你看到他都故意濃縮很多 比如Case一來到 花了很快 不是花了很長時間 很快就找方法 令到我相信你了 那就是因為要留多些篇幅 講Rafael和Leo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同意的 但是好像沒有其他更可的辦法 我想其實如果一套戲長多些 寫多一些 不行 因為他其實這套戲 一個半小時都不到的 我記得 所以他長多可能十幾分鐘 即是這麼多錢的問題 我懷疑不是淺不淺的問題這麼簡單 就是你要想一下他的對象是什麼人 因為如果他是給小朋友看的話 如果他真的主力是給小朋友看的話 那套戲不可以太長 所以我在想一個半小時 可以不可以 不過我想小朋友可能 其實七十分鐘都可能很極限的 你看我們之前說過 《新聞》兩套都是一個小時十五分鐘左右 所以因應他們的target audience 如果加長了 對於他們理解的作品 會不會太複雜 剛才DK問到他們的兄弟程 其實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試過忍者龜內戰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我看的時候 我會有少少覺得 當然都很涉及他的對象 target audience 我會覺得 如果他們跟Rav打那一場 可以打得激少少少 而不是下下就著就著 可能會好些 官能刺激會大些 但是現在大家都明白 小朋友就不要打我同伴 所以都是打嘴炮 讓他變回清醒 我自己看那個位置 我與其說他的兄弟程寫得好不好 我覺得 他們令到Rav清醒的過程 刺激感不夠 這樣拿嘴炮的感情牌 令到他清醒 都是意願之中的事 反而我覺得 如果說兄弟程 可能有些大人的觀點 放下去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可能沒有看得那麼細節 只會覺得 我那四隻龜龜就 雙槍雙愛 一組就很合理 那 兄弟程可能是大人的觀點 不過我覺得 對於兄弟程這個項目 我覺得 不是很舊的 剛才也說過 有些戲劇不是很平均 還有 怎麼說呢 好像 不是很突顯到 很兄弟的感覺 就像一些戰隊一樣 即是看完 我反而覺得 我覺得 這次 除了 他 兄弟程 可能 大人 小孩 未必 解釋到 但另一方面 就是 他這組合作 也不 好像 不是很 一個團隊的感覺 即大家都 你有你做 我 你有你那邊 我那邊 好像 大家 各各各各各走 我覺得 做法就是相似 因為他都沒有辦法去 去做到 即他不是一團隊 人在一起行動 是一團隊分兩邊去做 我覺得 他 好像 這方面 好像 有件事 得到大家 會 好像 會 好些 他一起 集結 那種 集結要做的事 好像 都比較少 少些 除了 搶杯 那時候 是一起 其餘部分 印象中 都是 分開 少 還有 我覺得 就是 這裡 角裂得太多 所以 怎麼說呢 好像一個拳隊多於兄弟 因為 球底 在他沮喪的時候 都會跟 Leo說 你要信任你的團隊 那團隊跟 Brother 是有些不一樣 有些不同的 元素 所以我覺得 是 兄弟情 又可能 是 變了大人的喉舌 而且 他的兄弟情 主要集中 在 Leo 和Ralph 身上 兄弟的 這點 好像連不到 其他兩個 因為他們 沒有好一個 因為 我記得 Ralph 是特別照顧 Leo 因為Leo 是獨食人 他想 證明 很厲害 所以想 很衝動 做一些突出的事 其餘兩隻 好像 沒什麼所謂 又沒有被特別照顧 所以我覺得 兄弟 又可能 是大人 投射 或者看得很多 知道他們背景的人 投射 但是我覺得 以一個小朋友來說 他們 四隻龜龜 和好 一起 組合 我覺得是 足夠的了 已經是OK 對 我走了 你們不要玩得那麼激 拜拜 拜拜 那 萬記 還有 Sindy 你們 對於 這套戲 想揹護社的感想 你們有什麼 看法 有什麼感受 喜歡還是不喜歡 其實沒有什麼 我自己 不算有太多 很深刻的感想 我覺得看是開心的過程 還有 拼鬆的 但是 始終 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看的 角落生物 他的target audience 都是一些小朋友 當然是 但是我們看起來 我們會覺得 大人和小朋友 會各自得到自己的 是一些樂趣的 但是我想 看這一套 忍者龜的電影 可能 身體 就真的要 比較 是小朋友一點 嗯 我有一個 大人可能 成情懷 我不知道 你怎麼看 我會這樣想 這兩套 國樂生物 很明顯 是真的 有影響的小朋友 只不過 我們不知 為什麼大人看 好像都會看到 一些東西 但是 我覺得 他沒有為大人 想過任何事情 國樂生物 我同意 但是 這一套 就是爽片 爽片 爽片 卡夫卡 問四個 有沒有出合體技 有 出過一次的 是 最後 KO BOSS 我是不是 合體技 合體技是有的 那 都算上 最好看的精彩部分 都算是那個位 我覺得這個精彩部分 是 幾出色的 還有我覺得 他放了很多心思 在設計 那個 動作場面方面 因為 他一來 又要 照顧他那些魔法的東西 怎樣去設計 他們使用他們的技能 還有 我們可能少說 反派其實是怎樣的 反派就是 好像一個 八爪魚 他最後 就會坐在機甲裡面 變成一個 很強的存在 其實沒得打 但是 他們中間 努力四隻一起 嘗試 跟他過招的場面 其實是很好看的 而且 我覺得他做得很細節的 就是 比如 一些 拳球對拳球的位 他故意反白了 變成了負面 那樣的顏色 一下子 真的不太多 去加強那個張力 其實我覺得 這部分 可能會在這裏 照顧了大人的視覺需求 還有他後面 打鬥的畫風 我是覺得 是 有些 要出入的 我們在展示這些圖 都很 傳統美式的 卡通 但是後面 你會看到 他打鬥的色彩強烈 非常多 還有 他那個 設計 怎樣去拿刀 拋出去 然後 Leo 去 弄他 怎樣去弄他 那個是 很棒 我覺得 很用心 他後面沒有打 我覺得 他用 Leo的 Teleport 雙刀 是用得很好 你說吧 Sunny 好 不太聽到 不太聽到 用了雙刀 雙刀 怎樣 雙刀 雙刀 用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 四個 其實Sunny 一早已經說了 就是四個的 現代化 或者是科幻化 都 的技術 都 玩得很有趣 雖然不是任何新的東西 但是他會令到你變成 很有 很有新鮮感 可以 可以有一種refill的感覺 就是 原來 忍者龜可以這樣玩 我覺得很有趣 不過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們應該有提過 但是我猜疾了 因為你們有講合體 其實最後 拋開時空門 那一下 是 是 吸引的 最後拋開時空門 就是他們全部一起 合體 嘗試拋開時空門 然後拉菲就 用一隻手 用一隻 Green Lantern的手 去拉出來 那個 那個 你覺得是好看的 對 因為尤其是 你 他在片頭的時候 已經出過一次 而這次 會導致到 Michael Angelo 是沒有了 所有的力量 會粉碎 會變成強者碎片 但是 在這一次 在年輕的Michael 出這一招的時候 應該是他第一次能夠成功做 因為之前一直都做不到 你會發覺 當紀興一起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可以救回Leo 而沒有人要死 嗯 明白 就是一個 就是 首尾的呼應 都叫做 而且我覺得這個 才是做得不錯 因為畫面上的 你會看到他們 是一窮 合作去支持 是嗎 Michael 橙色 頭巾 因為你看到 他開那個 傳送門的時候 其實他的手 會有些 好像裂開 那樣的 花紋 滑下去 你看到畫面 他就承受著很大的負擔 很辛苦 那樣 然後另外兩隻 鬼鬼搭著 他的肩膀 一起給他力量 或者他們一起分擔負擔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手 都有那個 開始粉碎的狀態 就是你看到 那個 團隊終於成型了 他們終於合作走在一起 那個畫面 是挺棒的 挺有心思 小朋友看到都會覺得 他們究竟 可以不可以 因為你開頭 是看到 因為他開這個 傳送門 是要 你看到的對白 你會得到 某程度是用自己 來做燃料 或者是做一些 代價 很盡心力 去出這件事 那你會覺得 有點緊張 究竟這個 龜龜能不能夠救回 他們的龜龜熊伴呢 基本上 是說 這套 我看完這套 這套電影版之後 我是有些想看 這套TV版的 我想看 到底為什麼 其實 希望我看完之後 會有些解釋到 他們的超能力 我想了解多些 他們這裡的超能力 到底是 怎樣來 或者一些多些的設定 因為你電影裡面 始終都 描寫有限 純粹都是 解釋一下他們 這些超能力的東西 到底他一開始就有 還是靠科技 這樣才做到出來 我會想看多些 因為 其實我挺喜歡他這一種 像是近未來的 但是又 不浪費 不浪費的一種 設定來的 即他是近未來的 像是近未來的 為甚麼TV版你不看 嗯 為甚麼TV版你不看 我看完之後 之前說沒有時間 看完之後再做多一集 那不如我10月7日已經傳出來 那沒有 就是要拆散他做兩集 不是 拆散不要緊 但是他說他看完電影之後想看 就是不喜歡你會來的東西 那你自己找 很難找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找了一整晚 混蛋 by the way 是 因為新年太用心 我打算輕輕鬆鬆做一集 你給我兩季動畫 打死你啊 大哥 不要在那裡咬這麼無謂的東西 哈哈哈哈 我自己 其實忍者龜的情懷 不是真的很重 但是 我覺得看的時候 都 都幾多 想起以前 我看的東西 我猜我看的應該 現在大家看到87年那個版本 我自己 是啊 還有你看到91年那個版本 真的很像麥巴比 哈哈哈哈 另外就是 我看 做這集節目前 稍微看一看了漫畫 我看那個漫畫版本 應該是2011年的版本來的 那他那個版本 就有解釋到 忍者龜 為什麼會變成忍者龜 原來就是這樣的 那 最初其實應該是 政府委託了一間科技公司 開發一些叫做 戰士血清 與此同時 又 又開發一些 什麼人體 烏龜的 什麼 外置 合體 武裝 這樣 那 誰不知 因為有腳軸 這一幫人 就是沙特 他們 不知道是沙特還是沙特 那時候的營 那幫人 就想著 偷那些 化合物 在偷這個化合物的過程下 老鼠 那時候還未變成人形 就大概有意識的 因為老鼠都是在實驗室裡面 並且在開發做一些實驗 那在那個過程中 老鼠就是 走了去嘗試 去搶回這一袋這樣的化學品 誰不知就打死了 那些烏龜也都浸了在裡面 四隻烏龜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名的了 就是在那個科學實驗室裡面 就已經幫他們四隻龜 就 立了名 那四隻烏龜 他在烏龜的狀態底下 已經是有各自的性格了 例如Rafiel是 好動一些 Angelo喜歡研究昆蟲 會經常看著那些烏鷹 甚至蚊 於是他們沾染了那些化合物 就令到他們五個基因突變 因為他們當時還是烏龜 只有幾個月大 那沙迪的一些手下 其實是打算抓他們 因為他們就已經感染了 因為已經沾染了 然後抓了四隻烏龜 他們就一起跌到坑渠底 去逃避那幾個人的追捕 於是自此以後 他們就躲在紐約的地下水渠裡生活 並且很快在幾個月之後 就已經變大了 變成人形 可以站起來 那就是這個版本 就解釋了他們的原型 但是大家看到 2011年版本的這幅圖 不要以為 這個一定是Rafiel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看完整個版本 可能下面有他 在這一輯裡面 都是大紅色的 所以是 就算是這張圖 看的時候 他拿的照片應該是Leo 所以看的時候 就變成要看武器 竟然是要拍冰器 而不是認識 不是拍那個頭巾 但我有一件事想問 他們 因為我不太熟 那他們呢 不是同一時間 接觸那些藥劑 然後變成大隻 那怎樣定那個老鼠 是師傅的關係 因為他救了他們 是老鼠拉龜 是Alisa說的 其實沒得怎樣定的 但是因為就是 可能他比較聰明一點 而且是 他救了他們四隻 那四隻烏龜 變人形的時間 是慢過老鼠的 而在動畫的第一季 其實一開始就已經說 第一季第一集 一開始就已經是說 老鼠師傅 已經是教他們要成為忍者 所以也沒有 可能在後面的有解釋 但是我沒有看回所有的季度 所以只能夠說回 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就已經是這樣 但是他們被人做實驗 變成這樣的狀態 但是有沒有說 他們為什麼會是用忍者 在那個模式去執行任務 或者之後叫做活動 沒有特別再解釋 因為他只是交代他們的原本 而且他們是不能見人 他們不是人 他們就是multans 所以就變成了 他們不能夠活在光明之下 我記得 剛剛昨晚看回第一季第一集 他就說 Ninja就是 不知Action還是 Life in the Shadow 那就是跟他們的生活很接近 所以就是 我估計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訓練他們成為忍者的模式 但是剛才萬葉說起 你接觸的應該是第一次 87年的動畫 我接觸的忍者龜 就是1990至93年期間 這個真人版的忍者龜 我小時候就是看這幾套真人版 去接觸忍者龜 小時候看的時候 很記得就是Beyond配音的 而我小時候覺得 真人版忍者龜到底 這些皮套是怎樣做 怎樣套進去 我小時候是很關注到 雖然我只是忍者龜 但是 你怎樣可以控制到頭 那隻眼 還有嘴唇 還有 我到現在都很接受不到的 就是真人版忍者龜的皮套 那些牙齒 我是接受不到的 我覺得這套真人版忍者龜 他可以拍到三集 我覺得挺神奇 而第三集我沒有記錯 還要回到日本戰國時代 但我第三集已經是厲害不忍 因為他 真人版之後 那個叫皮套 他頭兩集都好地地 你看到那兩隻龜 都是綠色皮膚 他第三集 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 他那些忍者龜的皮膚 還要加上一些 一塊塊黑色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想表現什麼 以出一些玩具 即無論是玩具 甚至乎到劇裡面 都是有一些黑色一點點的東西 我心想想你想怎樣 即是你之前那些 我也算了 你為什麼要生閃的那一款 做什麼K.O. 我就是看這三套真人版的東西 去入坑的 我今天也很想看這套 SUNNY 除了打機之外 你有沒有看過這些 這麼多一套影視作品 我應該看過都是87年那套動畫 但是就可能無線之後重播 我想909193那三套應該有看過一下 但是我沒有什麼印象了 1416那兩套我是有看過 但是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他弄到那四隻龜 太真了 那我也是飛去看美金科 算了 阿樂呢 你除了一四一 我想我是看過97年那一套吧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對他的印象 我以為他是芝麻家的那套 零碎的印象 不要緊 記得自己去看過幾眼電視 那我當時是以為他是芝麻家的那些Fan 因為芝麻家又有一點像是真人在後面 扮演 或者是玩公仔 這樣拍出來 那接著就是電影 但是真人電影 我記得他有一幕都挺好看的 那些動作挺好看 在雪山滑下來 所以就 是這麼多的 你只是看美金科斯 其實 我不知道 他在電視做吃飯看 那樣看得到 但一試在錄那兩套 那些龜和老鼠真是很恐怖 有明珠930 那你吃飯這樣看一陣子 就關電視 還有忍者龜 到今天都還有 大家看到的作品 就是動畫作品 其實他的遊戲 都還在今年 今年才出了一隻 叫做 復刻環向的動作遊戲 SWISH P4 P5 電腦都好像有 其實那時候有想過 扭勾你們做直播 我有買的 你不用扭勾我們做直播 你有沒有可能一起打 還是另一件事 就是想扭勾你們做直播 就是想一起玩 做直播 如果叫你自己單機玩 那隻遊戲就沒有意思 那隻遊戲一定是大家一起玩 才過癮 然後做直播 但之後是我沒有時間打 所以我沒有扭勾你們 還有他之後 因為 KORAMI 好像有 有一集 他自己出了一隻 忍者龜合集 就出了以前 出過 無奈街機 Gameboy 出過一隻 所有忍者龜的遊戲 合集 那隻遊戲 如果想買 就自己去日本伺服器 買 便宜過香港伺服器 一半的價錢 那隻遊戲 我買了是收藏的 是的 那忍者龜 大家都 應該 我覺得他之後再隔多幾年 他都應該繼續繼續有作品 因為 我始終覺得忍者龜 他很神奇地 就是 好剛才我們說 就是說 其實這套東西 雖然是 維持著一些人物 角色造型 都是那些名字 但是他每一次 都可以有些新的東西 加進去 就是 無論是3D動畫 甚至乎 這次 是2D動畫 但是又轉了一些 叫做 畫風 加了一些新的Cyber元素 不知道 下次到底忍者龜 再次有新作品的時候 又玩些什麼 但是我也覺得 會有趣的 忍者龜 但是 你們有沒有什麼期望 忍者龜還可以加些什麼 呢 沒有 我只是看他找什麼女兒做 做April的角色 啊 聽不到空 多次了 那是April 期待April 那我會覺得 這次我們比較少看到 關於 腳軸 腳軸比較多 但是沙迪比較少 其實我是 挺喜歡 這 又不是很喜歡的 其實我小時候很討厭這兩個反派 嗯 嗯 嗯 我是 但是我就想看到他們 多一點去對付他們 那至於那些 怎麼表達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 對於我來講 如果我看忍者龜的話 理由只是因為 我看過 我想繼續看他 那他用以前的Percent 對我來說是無懷的 那只不過是可能他吸引不了新一代的意思 但是對我來說是沒有問題 嗯 好 但是 但是腳軸的設計是真的很噁心 對不起 腳軸的設計是很噁心的 你真的覺得他是很黑咎人生 腳軸的設計就是一堆爛肉 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 變成四方形的意思 我還記得小時候打機 我已經不記得是哪個版本了 如果對腳軸的大哥 只能夠踢到他中間 打到他中間腳軸的那個位置 才叫做扣到他的血 因為他是坐在人形 人類裡面的 就是好像合了到他的腰腹 那要打他那個位置 那經常都要打中那個位置 那就是比較困難 那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打他 是很想收拾他 但是又不太打 我懷疑可能是打街機 因為忍者龜有街機 我記得我出過 有忍者龜是有街機的 是的 是的 那我記得 街機應該跟世界是同一隻 我不確定 因為我打了街機 我沒有玩過世界的 是的 那當然 就是打街機的記憶力最深的就是 打街機忍者龜的記憶最深的 當然就是我 我弟弟 我兩個堂哥哥 四個打機的時候 然後我媽媽或者我嬸來掃場 那我們四個就要走 那就是敗走的四隻忍者龜 對啦 剛才說回對上新出的忍者龜 最多可以六個人一起打 以前是四隻忍者龜 最多是四個人玩 但今次是六個人可以圍偶 那第五和第六個人是甚麼來的 嗯 只有四隻忍者龜 四隻忍者龜 師傅 Able 還有隱藏人 就是今次的主角 J 即是隱藏人 就是隱藏人 爆擊才有的 那 都 真是圍偶的 你想想 四隻忍者龜 他本身一隊 四個人都是玩圍偶的 沒有那麼六個人 打得再開心一點 是不是 那大家有甚麼忍者龜想補充嗎 沒有 差不多 那今集動漫廢物 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各位聽眾對忍者龜有甚麼作品留言 歡迎在節目之後 在Patreon或Youtube繼續留言 今集節目到這裡 有甚麼要宣傳 各位聽眾 繼續留意著我們的Youtube或Patreon 還有就可能 幫我們分享一下這節目 因為最近其實這節目的view數都很低 我們說MIRROR的劇集 竟然都不夠一次view 講MIRROR都沒有一次view 這些台真的被扔了 那會被人笑 大家幫我們分享一下這節目 推介你身邊的人 就可能都留意一下我們 其實好像我們剛剛說醒覺那套劇 其實其中一個演員 阿子晴 他都去了我們的Youtube留言 當然他都很客氣 說他多謝 大家都幫我們分享一下我們的節目 多多支持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繼續有我們動漫廢物 下個星期的題目是這個 李科生墮入情網故嘗試證明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